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中华上下五千年 朝代更迭如走马灯 而每一次朝代变幻 莫不是伴随着常年的战争 常年的打仗 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口在战场上直接阵亡 还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流离失所 甚至带来瘟疫、饥荒 更是让人口锐减 三国时期 曹操曾目睹了千里之内荒无人烟的凄凉景象 他写诗说 白骨鹿鱼野 千里无鸡鸣 而古代农业社会 人口决定了社会经济的一切 没有一定的人口做支撑 一切发展都只能是空谈 所以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 古代的皇帝们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来努力增加人口 扩充国力 其中有一种方法可以说是百事百灵 但是人口是增加了 却对当时女子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不同的朝代 其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也不尽相同 比如在春秋时期 岳王勾建就规定 年富力强的男人 不能娶一个年龄大的女人做妻子 而年龄大的男人 也不能娶正值生育妻的女人为妻 这样规定 当然是为了保证男女能够多生孩子 岳国还规定 如果女人超过17岁还没嫁人 男人超过30岁还没娶媳妇 都要被判有罪 众所周知 秦三世而亡 秦统一到灭亡只延续了短短的14年 在秦朝统一期间 百姓摇曳繁重 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刘邦正是在这民心动荡时期 一路广交能人一世 最终战胜项羽 建立了汉朝 长年的战乱已让一个国家伤痕累累 因此在汉朝初期 刘邦选择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根据历史研究者的统计发现 汉初人口数量偏低 在秦朝统治期间 全国人口的数量大约为2500至3000万之间 而历经多年战乱 汉朝初期的人口数量却仅仅只有1300万 晋升为皇帝的刘邦急需国家巩固起来 增强国力抵御外敌 通俗点来说 就是需要在短时间内增加国家人口的数量 为此 刘邦费心劳神地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圣女税 要说土地税和商税 大家都了解 没想到还有圣女税 不得不说 刘邦的脑子是真灵 为了增加人口 逼了女子一把 圣女税的字面意思就是 让大龄未婚女子缴税 那么既然创造出了这个税 自然有个圣女的界限 在现代社会中 女子过了30岁 或者接近30岁还没嫁人 就会被称为大龄圣女 而在汉朝初期 刘邦定义的圣女 则是15岁还没出嫁的女子 只要女子年满15岁 还没有婚配 那么就必须缴纳5倍的税款 在汉朝 人人都要缴纳人头税 每年约为120钱 而一时粮食的价格 大约为100钱 这么计算下来 一个满15岁的女子 如果不结婚 一年要比别人 多缴纳600钱 也就是说 家中一个满15岁 还不结婚的女子 每年要缴纳720钱 这笔钱在当时 能够买上超过700多斤的粮食 能够为持一个青年人 吃两年半左右 这样算下来 圣女税 对于普通人家来说 绝对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在汉朝生活贫苦是大部分基层百姓的现状 也无法负担如此高昂的人头税 因此 刘邦的圣女税政策出台后 家里有女孩就会很焦急 父母从女儿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物色女婿了 保证女儿在15岁之前顺利出嫁 在圣女税繁重的汉初 穷人为了活命 不管三七二十一 只要不交税 会令女子匆忙嫁人 只要是个男的就能嫁 当然 还有一些家中有钱的富贵人 为了女儿的好婚事 一般是不会在意有多少圣女税的 婚配能够自由选择合适的时间 因此 一些顽抗到底的世家 为朝廷贡献了不少税收收入 但这也只是少数 大多数的贫苦人家只能让女子匆匆嫁人 刘邦的这一招 圣女税也确实很有效果 不出几年 汉朝的人口就迅速增长了起来 刘邦去世后 刘盈继位 史称汉惠帝 汉惠帝继续采取刘邦圣女税的政策 并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善 首先 刘盈将圣女税这一政策 彻底写进了汉朝法律中 相当于这一妙计 成为了官方法律都认可的增加人口的政策 之后刘盈还补充了一条十分人性化的说明 女子满十五至三十岁未嫁人的 每人每年缴纳五倍的人头税 超过三十岁还没嫁人的女子 那么就会免税 只要女子不嫁人 扛过了三十岁这一关 那么就没了圣女税的困扰了 不仅如此 刘盈为了加把火 还规定了每生一个孩子 免除两年的赋税和姚毅 此举无疑苦了天下女子 不仅要早遭嫁人 还很容易沦为生育工具 但不得不说 圣女税这一政策 也让汉朝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人口暴增 从最开始的一千三百万人口 增长到了三千六百万人 几十年增长了近三倍 经过汉惠帝加吕后 汉文帝、汉景帝等帝王的历经图治 汉朝不仅粮食增加 钱财堆积如山 有了充足的人口和粮食、钱财 汉武帝就有充足的把握扩军备战 向匈奴展开权限反击 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 风狼居须武功 也成就了魏清、祸去病等 值得国人永远敬仰的民族英雄 圣女税从宏观上讲 确实对增长人口很有效 但存在了诸多弊端 只要家中有女儿的 就如同是烫手山芋 偷偷将女婴扔掉的也不在少数 而在十五岁之前被迫嫁了人的女子 日子同样也不好过 要知道 女子嫁过去后不能外出劳作 吃穿都要依靠丈夫 古今都是有钱才有话语权 没了任何生存能力的女子 在丈夫面前没有话语权 刘邦自然知道这一点 于是鼓励天下女子要自己自足 风衣足食 刘邦原本是好意不让女子沦为生育工具 但不料让女子的处境更加艰难起来 女子早遭嫁人后 很快有了孩子 身体还没恢复好 就被社会要求做劳作 一时间 女子就像冤大头 不仅担负生育的责任 还要劳作补贴家用 这使得女性原本就不高的社会地位更低了 甚至彻底丧失了人权 刘邦本是为了单纯的增长人口 却造成女子一生的痛苦 更有一种情况 女子嫁人一段时间后 还没能生下一男伴女 就会被婆家嫌弃 因此 大家普遍将无法生育的罪 推到女子的头上 致使女子的社会地位更低 这些政策影响了我国的千百年 导致女子的地位千年都处于劣势 虽然有一定的弊端 但汉初正值国家复苏之际 无论从国家未来 还是增强国力的角度来说 都比女子的人权重要 站在那个时期来看 刘邦与刘盈推行圣女税 是为了整个汉朝考虑 圣女税这一政策推行了70年 人口总数巅峰时高达6300万 汉武帝时期 汉朝人丁兴旺 经济已步入了高度发展阶段 刘邦凭一己之力打造了一个盛世 从现代的思想上来看 完全不能理解 圣女税这么残忍的做法 但时代有着局限性 在汉初 想必圣女税已经是最优的选项 公元618年 隋帝国在农民弃义的风暴中 轰然倒塌 李渊废除隋公帝建立唐朝 公元626年 李渊退位 李世民登基 开启了长达23年的真冠之治 和长达100多年的大唐盛世 建国初期 李渊和李世民都面临一个重大问题 唐朝初年人口锐减 由于隋阳帝滥用民力 发动征伐高沟黎的战争 还大修运河 隋朝的人口锐减极其严重 在隋末唐初的时候 其全国人口还只有2500万人 而唐朝初期 其统一全国和反击突厥的战争 要扩充军队兵员靠劳动力 恢复发展经济 还得靠劳动力 没有人 一切都是空谈 所以 唐帝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 促进生育 这些措施包括 一 物质奖励 对于生育的夫妻两人 国家采取物质奖励的政策 很多懒汉 为了要到物质奖励 也加入生育大军 娶媳妇生孩子 二 降低结婚年龄 李世民将降低 唐朝女性结婚的年龄 减少到15岁 这种方法 很大程度上 提前了生育高峰的到来 三 释放宫女回家嫁人 四 设置专门的机构 帮助落后地区救治老百姓 减少人口非正常死亡 设立专门的机构 抚养被遗弃的婴幼儿 五 从国外引入多种农作物 改善老百姓的伙食 改善体制 促进人口增长 六 鼓励寡妇再嫁 男性可以娶寡妇 经过唐朝政府的努力 国内人口 从贞贯初年的2500万 增加到开元时期的4800万 唐朝皇帝的历经图治 终于成就了李隆基时期 令今天国人无比羡慕的开元盛世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 开元时期 全国土地面积达到6.6亿亩 粮食堆积如山 商业发达市场繁荣 而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加 是开元盛世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朝时期 国内商品经济发达生活安定 老百姓生育意愿较低 为了鼓励生育 宋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 一 给贫困家庭发放补贴 免去部分赋税 比如南宋时期的宋高宗 就下令禁贫民不举子 有不能育者 给钱养之 这是宋朝的胎养令 宋朝政府还规定 周县乡村五等 房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 生男女不能养善者 每人之免疫宽胜前四千 这是宋朝政府给贫苦百姓的生育补贴 城乡贫困家庭 在妻子怀孕五个月后 可以到州县政府申请救济 政府救济包括丈夫免去一年的谣逸 发放生育补贴 免生育家庭的人兵税 二 地方官员设置社会化养儿基金 叫橘子仓 或橘子乾库 专门镇绩养不起孩子的家庭 宋朝政府规定 每户贫困产妇生下一胎 给你一时 发钱若干 贫困家庭无力养孩子 政府会动用财政资金和社会公益基金 帮助老百姓抚养孩子 由于宋朝政府以极其丰厚的福利鼓励生育 到了南宋时期的1223年 全国人口达到1.2亿 1368年 朱元璋正式登基称帝 建立大明帝国 鉴于圆末战争造成的田地荒芜 人口锐减的情况 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生育 增加人口 明朝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有 1.鼓励早婚 男子14岁 女子16岁就可以结婚生育 女子13岁就可以结婚 2.对于贫困家庭 朱元璋向其发放钱财 粮食和乳粮 缓解其生育压力 3.设立养妓院、药馆等机构 帮助贫困老百姓渡过难关 减少灾荒对人口的破坏 朱元璋在位31年 就赈灾20多次 花费白银10亿两 通过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 明朝人口大幅度增加 为永乐盛世和人宣之志的到来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明清战争的影响 清朝初期的人口数量锐减很多 为了恢复生产 为部队提供充足的兵源 清朝从康熙年间 就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 这些政策包括 一 生育奖励 1662年 康熙帝下诏规定 老百姓一次生多个孩子 男女病产 官府奖励50米 10匹部 二 取消人头税 康熙年间有滋生人丁 永不加富 雍正时期有贪丁入母 这些政策减轻了民众的赋税负担 鼓励民众多多生育 到了道光皇帝时期 清朝人口增加到4亿人 部分清朝知识分子 萌生出节制人口的想法 当然 这是后话了 中国历史上 每个主要朝代都采取措施 鼓励生育增增加人口 只有人口增加 国家的经济才能发展 消费市场才能被激活 战争时期才有源源不断的人口 历史告诉我们 古代社会若人口过多 会对生活造成负担 这种情况在西汉时期同样存在 引起了百姓的关注 然而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皇帝必须采取行动 因此 刘邦提出了一系列奇招 然而 在汉武帝时代 局势发生了调整 政府首先考虑的是 如何应对重负和战争 这使得百姓生活更加艰难 人口增长也受到了限制 可见 人口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除了之前提到的赋税 政策和战争外 奢侈消费的风气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西汉前期 政府主要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 应对初建时期的动荡局势 以及解决秦朝遗留的问题 因此 他们不得不过着简朴的生活 然而 随着时局逐渐稳定 经济等方面迅速发展 统治者开始放纵奢侈的风气 其中 最明显的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在经济上实施的政策 确实增加了国库的财富 但他的所作所为使得人口锐减 可谓是民力竭尽的结果 汉武帝的财政收入虽然有所增加 但这并没有阻止人口流失的趋势 战争不仅是人口减少的原因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像茂陵这样的陵墓修建工程 回顾当时的修建情况 长安西南数百里内 被皇家院幼所覆盖 规模之大 令人叹为观止 据说 上陵院更是可以容纳千成万奇 而提及茂陵 这座陵寝是汉武帝为自己修建的 整个修建过程长达五十余年 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可以说 在某种程度上 汉武帝的行动与秦始皇有相似之处 都是走了一条以陵墓修建为核心的道路 这必然导致人口的减少 总的来说 大量的人力被用于修建工程和战争 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汉武帝在早期对此并不重视 这直接导致了人口的减少 尽管后来他开始重视人口问题 但要恢复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之在西汉时期 刘邦在其统治初期虽然恢复了人口数量 但却忽视了女性的处境和意愿 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女性的不满 同时也凸显了古代封建社会的特征 古代社会的情况影响深远 同时也伴随着明显的封建特色 在于一下 并不见到